说起第十季的跑男最让人生气的莫过于就是张碧晨在游戏环节当中的无脑行为 因此张碧晨也是在微博当中发文道歉 直言自己不适合这种需要脑子的游戏环节 本以为经历了这件事情跑男成员一定不会再去做这类事情 没想到在第四期的节目当中baby又犯下了类似的错误 baby在这期节目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十分得迷了 此次的节目大致内容就是大家需要投票找出是谁偷了九阴白骨爪 其中还有两位九阴白骨凤爪来协助找 但是因为成员各自的技能会导致武林密集遗嘱 所以需要成员们进行讨论 在节目开始时baby拿到的身份是凤爪 这也就是baby开始犯糊涂的时候 直到最后游戏结束了baby依旧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坏人 直到被郑凯给点破了才明白 由于baby对自己坏人身份的肯定 他也是在游戏环节当中捣乱 给好人胡乱发送信息 使得场面十分混乱 尤其是在里晨自曝自己是乾坤大挪移 互换了baby和郑凯的身份 而且也没有人再说自己是乾坤大挪移了 就这样baby依旧把票投给了李晨 虽然说投给胡彦斌也只能找出凤爪 但是这样还投给李晨确实是说不过去了 结果就是李晨以一票的优势被当作坏人抓了出来 当baby还以为自己以坏人的身份取得胜利时 郑凯也是说到李晨把我们身份互换了 到这时baby才恍然大悟 而陈哥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摇头 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 Angela baby还在网上公开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中写道 让人相信你的第一步就是先催眠自己 只是没想到催眠效果也太好了 双影好点 虽然如此baby还是给这期带来了很多看点的 并且白露和周深的表现也是不容小觑 尤其是周深的高光时刻和最终的结果 可以说白露和周深这两位节目组没有请错